車上的人的制服顯明不是他們會的制服 由先電視接著訪問那些人 那些人就是香港青年會的朋友來的 是會員來的 但是在車上收錢或者做其他那些 顯肯定不是他們會員來的 香港青年會也很明確地通知了我們 他們將會向有線電視採取法律行為 因為他們覺得既然他們不是派錢 不是做那樣東西而是被在電視上講出來 他們覺得是要向有線電視討回公道 其實昨天我們自己和南西文台都找到 都有找到一些團體是派錢 還要具名具性 承認自己是派錢給別人的 可不可以回應這個講 在你們那個報道裏面 對不起 我一定要說 兩者比較之下 你們是未有足夠的資料 給我們立刻去展開調查 麻煩你看看Cable 如果Cable做得這麼好的話 你或者跟著Cable的做法 那我們就可能可能會做到 多謝你 我不可以在這裡教你怎麼做新聞 你看看Cable就怎麼做好嗎 好了 謝謝 富樑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